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Betty的频道 那今天的话呢,我又有幸采访了一对新的情侣 那是我们这一期的新的情侣Q&A 之后我先让他们介绍一下自己 这是我的学妹 Hello,我也是约克大学的 我叫Vienna Singh 然后欢迎约克大学的同学来加我 然后非常想问一下选课 有没有都是Gland的学生 然后这是我的男朋友Bob 你好,你好,我是Bob 他的男朋友 牵他的义父吧 没关系,一起说吧 OK,好,那行 简单介绍就到这儿 完之后,现在的话呢 我们先来我们的第一个环节 就是让两个人写一下 他们是什么时候认识彼此的 这是女生的答案 这是 他义父的答案 OK,好,完之后你可以彼此看一下 还用看吗 OK 问时间吗,问的时候 对,问时间 我听说的地点 那我先请女生解释一下 就是怎么认识的这个过程 我阴差阳厕地去了温哥华 阴差阳厕地来到了加拿大 在一个鸟不拉屎的一个山顶学校 自温哥华那边比较人多的地方是Richmond 然后我们距离岸边也要坐一个半小时车层才能到 这是在一个山顶我们住的山顶洞人的生活 认识到这个山顶先生 谢谢你啊,我老家找口店 山顶洞人 你是怎么说 Extchange student吗当时 不是啊,就是我是一个中介 算是被中介献过来的 伤心的事情 伤心的事情 OK,OK,好 完,当时 somehow就认识 就是这个很神奇的认识 对 完,他当时就在这个学校 阿渡一 阿渡一 他差点就走了 然后我差点也不来这个学校了 反正我们的相遇非常的奇妙 是的 我们认识了十多天 我们认识了十多天 然后就在一起了 五天 我们只认识了五天就在一起了 然后一个月左右我就走了 然后他就走了 我们就开始异地恋了 然后异地恋就开始了 长达了一年多异地恋 然后我就高中毕业了 然后非常奋发图书吧 奋发图墙吧 读书 你不要嘲笑我的中文 可以死不压了 而已 谢谢 谢谢 然后然后我就从温哥华 那个破学校 然后那个考到大学 考到了这一代 然后就一直跟他住在一起了 对 就是相当于你俩之前的时候 就是 就怎么说 你们是 他们那个时候是高二 12年 高二三 高三的时候 然后完之后 十天就在一起 五天 五天 五天就决定 就决定要在一起了 就那什么 那 Question 2 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你们 就是 So fast 能够在一起 对 首先呢 我是一个 比较 比较汉子的那种 太近了 可以 比较汉子的 比较跳脱的人 然后跟女生的话 玩玩玩玩 感觉他们比我还艺人 然后我就想去找男生玩吧 然后我可以当他们主头艺人 因为他们女生已经有了主头艺人 然后我就跑去找他 发现他这个小群体 他当时跟三个男生一起玩 然后我就毅然决然的加入了进去 你有没有朋友 有啊 你三个小团体还算是朋友 对 我的室友 然后 没有不多的家庭 对 我们之间最多的活动 就是一起打台球 然后我 我打台球 然后只练了一个月 爆打他 练了几年的朋友 一杆连进四个洞 然后他们给我大懵了 他一杆打四酷 太近了 好家伙 你让丁俊辉来 都未必能做到 你这太神奇了 OK 那当时从你的 从南方的角度 是什么个想法 就他就突然 接触你们 还好吧 他就是当时感觉 好疯癫一姑娘 然后就来 就闯入我的小家庭 然后觉得很无语 很无语 但是后来又发现 挺好玩的 很有意思 然后相处相处 可以 当个好朋友 然后结果 就是有一次 就是十二年级 会有升学会嘛 就会老师啊 什么学校 校长会带着去那种 University啊 或者是College那种学校 去做那种访谈 去教授你这个学校 怎么怎么好 怎么怎么好 怎么怎么坏 但是不会跟你说 对 那种情况下 然后十一 就grade 12和grade 11 一起去的 然后我们就两个一起去了 然后阴差阳错 就是很凑巧很凑巧 然后我都不知道 他这个人 他也会跟我一块去 因为我当时忘记 他什么年级了 然后他就跟我去 然后当时我就走着走着很无聊啊 不想跟我那些同学走 因为不想跟他们有特别多的交流 觉得 哎呦 一点点 然后然后跟他就 然后他当时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直线就冲我跑过来 我就跟他一起走 一起走 然后就一边聊升学 然后一边聊 聊聊聊 价值观啊之类的东西嘛 然后聊聊 挺好玩 感觉可以契合契合 契合契合 然后我 因为我们还是一个山顶学校嘛 所以我们是坐那种那种 那个bus过来的 学校那种schoolbus 但是它是小bus 我们是分两辆车 男生一车 女生一车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 要不要冲一冲呢 然后我就怎么说呢 就是把我的手机 他当时想加我微信 然后当时因为 那时候就刚认识的时候 还没加微信 我谁的微信都不加 就光认识了 完蛋没加微信 OK继续拿出的故事 就没有加微信 然后就 就是老师一直在催 让我们赶紧上车 我就觉得很麻烦 然后因为当时黑天了 然后我就把我手机 微信打开了 因为要扫脸登录嘛 我就打开 然后就把手机给他 去加我微信 到学校 他说你再还给我 然后结果一差一样错 我们就感觉 聊得很来 然后就 过了一天吧 一个晚上走 我沉淀了一个晚上 然后就 我发现他也喜欢我 我也喜欢他 然后就在一起了 就这就是第五天的事吧 第五天的流程三点 对 就第四天的时候 就发现聊得很好玩 之后第五天的时候 就 就 就 也不是 第一天 其实觉得还可以 然后第一天就是 彼此印象还可以 他觉得我像是那种 我觉得他是个该溜子 溜子一个蓝色毛的一个 那个什么 蓝 Hello Kitty 那种感觉 当时我很瘦 然后再加上我很痞 那会儿 然后在时候 我真的很不想跟人聊天 就是 有点涉孔 但是又有点 觉得好无聊 又很丧那种感觉 然后不想跟别人说话 你开始了他这个脸 对 我就是很颠 我当时 我给你表演一个 我当时怎么认识他 跟他一样 你要给看一下镜头 给你看一下我们的小猫 这是我们俩的 他就跟这个东西一样 孩子的孩子 就非狂想跑 这是我孙子 对 这是我们的孙子 孙子 等一下 搬了个跟头 孙子摔倒了 我们俩已经是一个爷爷和奶奶的角色了 这是我们的二代娃 对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 就像他你就直接 我可以用这怎么横冲直撞的 到了他的生活里面 对对对 没错 我就像是那个 我像个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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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 像一个流星椅 啪的一下跟他小玉的那种感觉 撞上了 我当时特别特别的颠 我进到屋子里面 我推开了那个 男生宿舍 男生宿舍 我推开了那个打台球的那个桌子 打那个门 然后就开始跟大家说 潘舟 潘舟 我背上的癫狂 你可以想象到我当时多了个疯狂 我好像想象得到 但是没有人能盖得到他这个笑脸 然后就我能盖得到这种奇怪的点 然后我觉得很有趣 很好玩 然后其他人都觉得 就背后说他坏话之类的 我觉得好无语好无语 然后当时就 又脾气很爆那会儿 那会儿 那会儿到处跟人打架之类的 然后就 很不爽很不爽 就到处跟人闹 然后他也不知道 他现在都不知道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 挺好玩的 跟那人相处挺有意思的 然后就跟他在一起了 那那俩表白 就是你当时 你还记得当天晚上都聊过什么吗 记得了 我想让他表白 我记得很多 他就一直想让我去表白 然后让我去说喜欢你 然后这种话 但是他怎么说 当时我也很木了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 那个时候 12点钟准时睡觉 12点之前健身两个小时 然后回家必睡觉 OK 不要看我的肚子 我看到了 我想为什么呢 没有没有没有 爱情使人变肥胖 没有 就所以当时的你的状态是 就是说健身两小时之后 睡常自律 自律的睡觉 当时说你就想 他拉着你聊天 对 那天是我来到我们高中之后 第一个晚上吧 超过12点钟还没有睡觉 然后就那一晚上都没怎么睡 然后就跟他聊天 聊聊聊聊聊 就发现 当时我快困死 我也不知道他也跟我说什么 然后后来 早起我一看记录 因为早起起得很早 12点钟睡觉 六点钟就起来了 然后就 我在看记录在看 哦 他想让我去跟他表白 但是他又不好意思去说 然后我就觉得 哎呀 反正也无所谓的事情 那我就表白吧 然后我就跟他说 喜欢你和你在一起 这种话 类似的话 然后 但是 然后他转天 他就 转天怎么 但是你又怎么样来着 哦 反正好 转天他就很开心 很开心 跟我说 这种话 麦克没给他 麦克给他 没关系 我已经习惯了 他是属于那种 过马路 有危险过来 他会 啪把我的手撒开 就走开的人 我会把他一把推开 然后他 然后他就会惊讶地看着 哦 我就相信你 你肯定会没事的 现在把话筒交给女方 让他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那你说姐妹 你当时咋想的 就你的心理过程 就是你还记得吗 我觉得 我当时 这是我第一次 就是这么勇敢地 去跟别人搭讪 算是 这也算是我第一次 这么勇敢去跟别人搭讪 对 我一般遇到 遇到 遇到喜欢的人 就会特别的 矜持和害羞 然后遇到他 不知道为什么 变成了一个 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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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最开始是 觉得这个人 长得很好看吗 就是是 什么 就是 不是 我就想说这个感觉 就是你形容一下 这个感觉 哦 好 我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 我觉得 他染了一头蓝毛 然后我觉得他就是 很亮眼 哦 一个小误魂 那种 那种 我觉得我跟他这个人 应该不会有什么交集 我们两个是不一样世界的人 就是我这么判断他的 然后后来 不知道为什么 接触了接触 就接触上了 然后 而且呢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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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他非常的有意思 然后有一天 我突然在想 我回到 我回到宿舍 然后开始收衣服 然后 那是第二第三天 我突然想 嗯 我不会喜欢他吧 应该不会的 应该不会的 然后第四天 我再想 嗯 我不会喜欢他 不不不 应该不是的 然后只要第五天 然后我才确定 嗯 我就是喜欢他 那我冲了 然后我也 我就撑了 平常都是 我很木讷 就是别人去跟我表白 这种话 然后那一天晚上 我也很勇 就是把手机给了他 然后这个女人 回来就跟我说 我 我在下车的时候 才把你微信加上 因为我一直在翻 你的朋友圈记录 然后他还很开心的跟我说 我把你的朋友圈 全看了一遍 一起跟别人在分享 就是他给他们 一车的女生 在那里看我的朋友圈 因为当时 当时我算是 比较受人喜欢的类型吧 就是很 他是中央空调 哪有中央空调 我只是想给 每个女孩子一个家吧 这段话能复合吗 基本上他们宿舍 很多女生 都挺喜欢跟我聊天 然后也挺喜欢 就包括他的 那个之前的室友 也是很喜欢 很喜欢我 但是我 但是 I don't have that feeling you know 我说这样 你们要找的那个clit 对对对 它就有点像是 原来是一个 公用的小太阳 给每一个人的温暖 然后呢 有一天 他变得私有的 然后引起了女生的公愤 然后开始 群体攻击我 然后男生觉得 然后男生觉得 我是所有男生 最好的兄弟 然后就非常 就属于爸爸级别的 就是什么都帮忙 当时我一健身 基本上 谁都喜欢我这种感觉 就非常的 Posting 对对对 然后我的兄弟们就觉得 我被他抢走 然后也开始攻击他 就觉得 那成了重视之地 对就觉得 把公有的东西抢走 变成了私有的 他说 然后我的室友 就跟我跟他说 你这是侵犯了私有 你是侵犯了公有财产 然后我的老师也觉得 他把我 从他搬上最好的一个学生 然后变成了一个 怎么说 变成了他的私有的 那个专属的男朋友 我的老师也觉得 非常不开心 你想象一下 本来大家都很好的 一些愉快的玩耍 然后突然有一天 加入一个朋友 来大家一起玩吧 这个我带走了 这个是我的啦 你是个非常易的人 姐妹 你那个mbti是啥 我是enfp 黄泽大一样 我跟他也是 黄泽大一样 你好 所以说 我好像有点 有点像说 原来可能 他也挺popular的 这个就说 就男嘉宾属于原来挺popular的那个类型 然后突然 出出来一个比他还异的人 闯进了他的生活当中 但是你还觉得挺适应的 就从男方角度 还觉得很适应 你也很适应 大家就很click一下 对自己就有这种感觉 是的 是的 好神奇 对吧 对吧 很神奇了 然后境遇也挺好玩的就是 大家聊天的话就是 OK 那你俩就是 反正就决定在一起了 到现在差不多 我看完 两年左右 六百六百零七天 六百零九天 对 OK 完之后 因为我弱弱的说一下 因为我当时看那个女生的朋友圈 而且美王我就发现 就是好像你说 就你俩毕业了 要谁参加你们的那个婚礼 我就想 没有你 尴尬了 你好坏 他这个人就有嘴线 我完之后 你们说一下 天津 天津style 他不会讲相声 没事 你们说一下 他就是怎么开始有到这个打算的 因为双方父母吧 他有加我妈妈 然后我妈妈对他很满意 他就说 我谈了很多任 然后只有他 是我妈妈愿意主动跟他说话的 然后很开心的那种 对 然后他妈妈就觉得 哇 这个男生简直太好了 太优秀 然后觉得我非常好 然后他就 就非常喜欢跟我聊天 然后到现在他妈妈没事干 也喜欢跟我聊天 然后让我给他出主意啊 或者是让我被他聊天啊 或者问问他的情况 因为他不爱看手机 对 我不喜欢看微信 对 别人给他发消息 他三四天四五天 可能才会这种程度 就会 死掉了一样 然后 然后我的 我的角色就属于 他随便所有朋友 都必须要加一下我的微信 就比较 跟他关系好 没有跟他回复消息 下一位就会发到我这里来问 就问他 啊 VN还好吗 他没事吧 我跟他 没关系正常 应该在睡觉 或者在旁边待着 没有看手机 然后基本上所有人都会问我 包括他妈妈 他也有微信 他也不回 他妈妈就 一个人 他自己孩子 闺女出国嘛 一个人在外 他也担心嘛 然后就 有的时候给他发微信 三四天没回 他妈妈就觉得 他啵啵了 就有点 觉得害怕 然后 就他妈妈就 平时就会问我 他的生活情况怎么样啊 有没有饿着啊 什么 有没有出什么事情 就相当于 我是他的汇报员 我是他的私人管家 是的 他负责我的衣食请 衣食住行 什么都负责 是的 我出门在外 要是各种丢东西 他就后面在那里捡 后面捡 然后早上起来 就会有一个热腾腾的饭 做给我吃 非常的开心 对 基本上就是属于他 去我们去外面下馆子吃饭 他吃完饭 拍屁股就走着了 然后我就要收拾好我的东西 然后低下头 看看地上有没有辣东西 然后不出意外 经常能够发现 一堆奇奇怪怪的东西 然后就完事了 然后我们就回家嘛 然后每次走 我基本上都会在他走到后面 他的半个身位上去看 有没有掉东西 有没有什么落下东西之类的 基本上都会这个样子 我觉得男生好细心的 我真的好细心的 很动的 就是我看外边 我可能真看不出来这个点 这个真的需要 谢谢啊 No more respect了 我是真的觉得 就是就挺细心的一个感觉 是的 因为我比较 你可以看到我 刚刚跟他认识的时候 就是比较颠的那种感觉 就没有细心可言 只有粗心大意 我的记忆 基本上只有 只有转头就会忘的那种 记性特别差 鱼是他的近亲 鱼的记忆都比我好 人家钓船鱼能够记好几年的时间 对啊 算是串啊 真大呀 你是鱼的串 不知道什么鱼的串 那你们当时 为什么会选择第一次 就是真的就是说 就是缘分吧 我感觉像 我觉得像缘分 因为你想想 那么阴差阳错的 来了加拿大 阴差阳错去了温哥华 还去了一个鸟不拉时的山顶 就呆了时间 就呆了 没有呆了半个月吧 一个月左右的 我就走了 我就转学了 我就转学来 来多伦多了 相当于那个时候就是说 我怎么想 就是前就前这个十天的这个认识 奠定了一个基础 可以这么说 完之后就是让你们决定就说 你来多伦多之后 这个男生也决定来多伦多上学 对 当时我就是 当时我父母是希望我去UBC那边的 因为我一直在温哥华那附近 所以温哥华那边最好的大学 可能就是UBC之类的了 然后我妈妈可能觉得那边治安会好一点 然后也想让我去 但后来我爸妈也对我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期望 就属于那种 因为觉得 我平时就吊儿郎当那会儿也就 然后就比较痞 可能就有点流氓混子的样子 就去UBC就败了天福了 然后结果因为他去多伦多了嘛 然后我也不想跟他有时差 因为多伦多和温哥华有三个小时时差 因为天天早起太累了 然后我也不想让他就是天天就隔着手机见面 这样太累太累 然后又努力 然后努力了大概三个月左右吧 然后考了个年级第一 然后我们整个学校的第一应该算是 然后当那个Valectoria 然后做那个Speech嘛 就做那种 然后当天是参加早上毕业典礼 然后下午演讲 然后晚上四五点钟吃完晚饭 学校的孝庆晚饭 开完照 然后当天下午就坐船 然后坐飞机 然后坐车 一路赶到多伦多去找他 特别特别累 对 他来多伦多 因为他是一个岛上嘛 他光是坐车坐船 就要一个小时半 然后到到达那个飞机的地方 还要坐半个小时的车 然后拿着一堆的行李 然后开始就疯狂的赶 疯狂的赶 然后再坐五个小时的飞机来到我这里 然后再坐车 然后再来到我这 然后我们基本上这两年都是 就是异地连的一年都是这么过来的 从一开始的一个月见一次面 然后两个月见一次面 三个月见一次面 然后回国 我们都回国了 去了国 回国了 然后他在天津 我在广东 然后还在异地连 然后也是隔了三个月 然后见了一次 然后去天津找他 因为我老家在河北路过 然后我就把我丢下来 然后就来找他了 然后他临走的时候 他的机票比我早一点 然后他的机票是从广东那边飞香港 然后飞香港 然后再转是吧 是再转还是 我忘记了 再转一次飞机 然后才能到Toronto Island那边的 然后我就当时就觉得 哇塞 这一个小女生 你从广东 然后飞香港 还在转那么多 是不是得累死 然后我就觉得 但是他爸妈 不是他爸 就是他的父母这边 还有他家人 也没有就是帮忙来送 我就觉得挺不容易的 我也担心 然后我直接从天津那边 自己坐火车坐过来 然后陪他去那个扛行李 然后住酒店 然后去香港 然后一直到他起飞走 然后一直送到他香港 但是然后 我就好在现在都在想 哇真的这个决定太对了 因为香港那一天是闹大水灾 就是整个地铁站全冒上来 就是没有人坐地铁了 已经属于 地铁被淹了 然后当时就是 从广东那边 九龙那边是吧 我记得叫 就是那个口 港口 然后去香港的话 还要坐车 然后坐车还特别麻烦 当时他也不是很知道 因为当时我们俩查了攻略 跟那个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就怎么说 我就跟他一起想办法 然后我就一晚上 没有怎么睡觉 然后他睡觉 我就在那查攻略 怎么弄怎么弄 后来我们就 因为你知心真大 发现 就是你真的很 nice OK你继续 所以就是我们到 那个港口的时候 哇下大暴雨了 就基本上 什么服务站都关门 都过不去了 然后我就看 他们有很多就是那种 就是一个那个大面包车 然后带一堆人就过 后来我就问 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说他们那个司机 是香港本地人 他们可以就带人过去 然后就跟他们联系 然后谈价钱 然后谈行李 怎么弄约时间 然后就谈十分钟左右 把价钱也全都打下来 然后就直接送他 直接到这个过香港 还比那个走那个服务站 还有走那个港口更紧更快 我想想直接这样 因为还有好多人 当时一般飞机都过不来 全都卡在香港 那个那个扎口那里了 全都过不来 然后基本只有扎口 因为那天下大暴雨 然后大暴雨 就很多地方被淹了 然后很多就是从 从深圳到香港 那个港头那个地方 很多地方关了 然后只有步行 或者是香港本地人的 一个扎口是开着的 所以那个车 它是香港本地的 然后就把我拉过去了 而且只有两趟车 只有两趟车 只有两趟车 就被我们被他找到了 被他找到了 另一趟车 它因为坐买人了 然后再还有另一趟车 就是我跟别人抢那个车 然后就吵起来 因为吵起来 他到现在也不知道 反正就跟别人吵起来 然后最后把价格 也全都打下来 也都哄好了 然后基本上就给他送过去了 这事情争取了去 因为那天真的 我很不放心 就是他自己 我不相信他自己 能把这个事情处理好 因为这个挺难的 然后又要跟一个 那个香港倔老头 然后去谈这个价钱 然后还要跟他们司机 谈价钱 然后过安检 他就这么多行李 国际的 然后又挺累的 我觉得够呛 然后结果还真是 过渣口过安检的时候 他把行李拉到那里 然后赶紧跑回去 给他去行李 然后最后 他到香港机场的时候 哦他那个机票 还出了问题 还要上去飞机 然后我就跟 我就帮他一块去找那个机票 服务站 然后去弄 然后帮他开行李 最后 最后 临飞机起飞了半个小时 他才进去机场 哎呦 真的是 我都现在 我都觉得非常惊险 如果又没帮他去的话 他可能就回 自己都回不来 他就困在那里 可能就 我当时那个机票 他就说 本来我们开开星期三 那一等机票 觉得今天 所有的困难都过去了 然后在那里 等着取机票 有说有笑的 然后结果一查 没有我的机票 然后让我去打电话 说是我的机票 转到了另一个 另一个line上面 airline上面 然后让我去打电话 给他们的那个公司 当时是凌晨 所以基本上 什么热线都不打 就是为什么找那个车 也是麻烦的原因 对 我打了半天 没有人接 因为他是凌晨 要等到那个点钟 要等到上班时间 但上班时间 离我起飞时间 很近了 然后最后 然后最后到处问 问了前台 然后问了很多人 然后他们告诉我 去那个闸口的 然后那个时候已经 临近起分 半个小时 然后没有几个人 在那个地方排队了 就只有一个两个 那种 对因为我感觉 就是 he's always there for all your critical types Absolutely right 是的 Really he's always there 是的 是的 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倒霉的人 我是属于那种 比如说你丢了一百块钱 我就会丢一千块钱 那种倒霉 我知道 所以我经常会在他后面 看着他没有丢东西 他出门在外也会盯住 他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东西 要带着 就这样子他还有时候会忘记 所以我每次都会带 两份的东西出门 他会给我礼物 准备两份 然后这个项链是真的 然后他给我买了一个假的 就怕我丢了资南口 然后才给我变出来 然后钱包 钱价也是 我怕他觉得丢了一个好看钱 让他难过 然后给他买了两个 一模一样的钱价 他丢了可以再有另一个 很震惊吧 是可以 我觉得可以加了 我坐飞机那一回 属于是遇到大暴雨 已经不是很正常的情况了 然后又丢行李 然后接着 飞机票不见了 然后反正那天完了之后 他是陪我到那个 已经是他 他跟我一起见这个倒霉事情 后来还有一件倒霉事情 就是我转转机 在日本转机 我在日本那里坐着 在那里坐着 等那个加拿大航空开门 因为我想改签 他因为天气的原因 然后我要在机场 等一整个晚上 然后我想让提前一班飞机 然后我就去在那里坐着等 然后等等等等 那个飞机都快要起 都快要 那个上一班 我想要转的 转飞机的上一班航班 已经快要起飞了 然后我过去问 他们换窗口了 然后没有人告诉他 没有人告诉我 然后我就在傻傻的 那个另一个 已经没有人的窗口 那里等了很久很久 好几个小时 然后之后 我就只好在那里睡了一个晚上 然后坐了我的延误的飞机 然后飞走了 然后还丢了我的宝贵的 他送给我的一个手表 在机场 然后还丢了我妈给我的 特意盯住的热水壶 还弄丢了我抱在怀里的一只小熊 我到现在一直在给他找小熊的替代品 他自己说他没有找到一个手感一样 所以我到现在都在找 对 然后我觉得 我觉得还丢了一个什么东西 我想想 我没把自己丢了 走上清新的 你把自己丢的就可以了 你把自己丢的 那一晚上我都在给他打电话 我帮他听了点有什么事 之类的东西 你知道转机那个地方吗 就是转机 我在Montraer也转了一次了 在Montraer转机 Montraer转机的时候 把手表弄丢了 之后 是他给生日那手表吗 对 算是吧 是的 没关系 跟你是个操心难兵 没关系 我已经习惯 你看他 你看他的黑眼圈 本来他是一个不熬夜的人 跟我在一起 就是同居了一年之后 已经走成这个样子了 上面的人都说我活到50以上就不错了 我当时最离谱的 他不是到了Montraer 到Toronto的飞机 不是只是transfer吗 然后我就出境了 就相当于我入境到加拿大了 然后我入境的时候 不是会给你一个小卡片吗 然后他就回收 弄丢了 那个两分钟内吗 那两分钟内 然后我弄丢了 我跟他解释 我说不小心弄丢了 然后我的包 我拿了一个行李 然后拿了一个背包 还有一个胯包 然后很多个包 然后他给我全部掏了一遍 然后我说 我只带了这八千刀 只带了八千刀 我没有在日本买任何东西 没有超过什么 就是一直在跟他解释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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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就把我所有东西都掏了一遍 然后我自己又塞了回去 然后最搞笑的是 我回我回来之后 因为我的背包有很多的拉链了 然后在一个小小的拉链里面 我又发现了四百人民币 他没有看到 就非常神奇 有点神奇 OK好 所以就是我单纯好奇 跟世界姐妹 你有没有做过什么事 让他要拿到点子上来 就是因为我觉得拿放复述的好多 就是你得讲个故事 男方讲个故事 我觉得什么事 你觉得很感动 很感动 挺多的呀 说实话 就是怎么说呢 就比如说你后面那个花 那个扎出来那个花 就是他做的那个花 能拿 能拿 我去拿 你拿 你拿你那个 你拿这个蓝色的 他有一个他做给我 一个我做给他的 他做给我的花 因为当时我很喜欢吃果冻 然后 但是我又那会儿在健身 在控制体重 然后控制摄入糖分 所以就基本上不吃 然后他结果很可怜 就给我做了一个这个果冻花 然后就很好 然后当时 非常的女性的审美 然后我就觉得 送了很多礼物给他 然后我就自己在学校 一边准备考试的时候 然后自己 也做了一个类似的东西 这是他给我做的 这是我做的 然后我自己 新手折的 星星一共是 我买了一共是 一千 一千五百颗 就是纸 去乌尔玛买的纸 是自己裁的 然后想叠一千五百颗 后来觉得 关键可能有点问题 因为他这上面都是 钢丝 你能不能看到 是钢丝制成的 然后上面也都是满天星 现在都掉霉了 然后哪个星星都是 叠完鼓起来 叠完鼓起来 然后基本上里面 都是有字的 但是有的也没有写 因为太累了 然后就没有写完 然后也送给他 然后他给我做的这个 我觉得我挺喜欢 挺感动的 因为我的人生里面 其实挺惨的 就是我交往过的 很多女生 基本上都是属于 要么我就是ATM 要么就是 那个什么接盘侠 要么又是奇奇怪怪的 各种角色 然后也没有得到 什么任何的回报之类的 所以他给我回报 其实我不失望 比如像我 就付出这么多 因为我就没有什么必要 对不对 没有平等关系 比如说我对你这么好 你要平等这么对我 我觉得没有什么 特别大的必要 如果你是朋友的话 我平等这么对 你可以平等这么对我 Or more than that 对吧 可以说 所以我觉得如果两个人 如果是出对象了 你没有必要 就是必须要同等对待 你只要比如说 我付出一份力的同时 你有看到 然后你有记下来 我觉得就enough了 就可以足够了 对不对 或者有些时候 我累的时候 你去帮一下 我觉得是非常enough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我是这么想的 然后就这一个花的事情 然后很多事情 就比如说 我有一次是在一个 暴风雪的晚上 在温哥华那边 因为是Ring Coober 对 然后就下暴风雪 当时我要去考雅思 然后我的雅思时间 约的比较晚 再加上我那个考官 是一个印度人 他非常旗帜有一点 然后就 怎么说呢 就是给我的考号 排到了最后最后一个 排到了晚上九点半 然后我就去考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 很累 我想回家路上 就吃点东西算 但是我又想 他自己在家里 我担心 因为当时 冬天的温哥华 会比较危险 会有入室抢劫的危险 我就担心 他自己在家有问题 所以我就直接就打车 就回家了 直接就 然后发现他自己 他没跟我懂 说他自己在家里做饭 因为他不会做饭 然后他自己在那 送视频 自己在那做饭之类的 我就觉得挺感动的 这种事情 没有必要 就是说像我这么优秀 没有什么必要 虽然我也不是很优秀 不仅挺优秀的 挺优秀的 对 我是这么想的反正 反正诸如此类 是已经挺多挺多的 我是从来没有给人做过饭 然后我也不会做饭 我自己也不会做饭 然后跟他在一起 这两年就是硬生生学会了 然后做的还挺好吃的 前两天我小姐妹过来 她就说做的特别好吃 然后我就是有一点发颠吧 就是有一天晚上 十一点半 然后起来 然后做了一个番茄牛腩 红烧牛腩 红烧牛腩 大约也十一点钟 做到两三点钟 然后我就陪着他一起在这做 是个大菜 我不知道 他不知道 他觉得很简单 然后就做 他特意告诉他 这是很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菜 你要炖他 要炖两三个小时 他没关系 没关系 他又在那炖 相信 对对 就类似于这种状态 然后我就 我所谓 你想 我就陪你做 对吧 然后一直陪他 多两三点钟 他觉得味道不满意 然后最后帮他调味 调味调味 叫我一起就吃了一顿 生根饭也吃了一顿饭 反正诸如此类的事情 非常非常多 就我觉得 这怎么你也挺sweet的 就是 就是 他挺care 他真的很care 他care for you 更多精彩下期见